花莲圣地慈慧堂总堂举办了摇池金姆圣诞即庆赞中原普渡 而在法会结束之后将普渡物资全署捐出总计捐给了17个单位 而花莲圣地慈慧堂总堂也是受证单位之一 市长为家贤就特别的亲自前往慈慧总堂颁发感谢状 也感谢信众大德以及委员会的爱心 花莲圣地慈慧堂总堂举办摇池金姆圣诞即庆赞中原普渡 副主委吴燕森表示 今年普渡习开776桌 其中由560桌的物资全部捐出 再加上1万2500公斤的白米 总共捐给17个机构单位 普渡 中原普渡 金的量非常多 每年都因为遇到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大致上慈慧堂本身就以爱心为主 看哪些各商团体需要的话 我们帮忙捐献出去 花莲施工所也是受证单位之一 市长魏嘉贤亲自前来颁发感谢状 那今天谢谢我们圣地慈慧堂 在这次普渡之后有一些物资来捐给花莲施工所 而且物资的量非常非常多 那总共80份的普渡物资 那还有2000斤的白米 真的给我们花莲施工所的食物银行 增加非常多的一些物资 那也我们预计未来也要把这些物资做好相关的分类 然后给需要的朋友们 那也欢迎所有有想要捐赠的 或者是有需要一些物资的部分 也可以进洽我们花莲施工所设劳客 那也请大家要留意身边有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那我相信暑假已经快要过去了 有一些孩子也陆陆续续开学 那有一些需要物资的家庭 也请不要客气 请到食物银行来做相关的登记跟领取 那我们会全力的来支持这些需要帮助的家庭 慈慧总堂这次捐给花莲市 有80份的物资及2000斤的白米 让爱花莲食物银行挹注了不少物资 可以帮助更多的弱势族群 谢吕慧 蒋香报导 谢吕慧 蒋香报导